花蓮市公所7号晚间连夜派员清洗中山地下道 让花蓮市的重要道路可以洁净如新 以迎接农历新年到来 市长魏佳燕感谢队员们牺牲睡眠投入养护工作 也请花蓮乡亲保卧一年一度的国家清洁周 为迎接年假期间的旅客来做好准备 7号晚间10点钟 花蓮市公所清洁队和工程队立即架设围栏 暂时封闭中山地下道 要展开清洗维护作业 我们机车道是两台资源回缩车 往机车道就由东向西走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在中央的汽车道 这个部分我们是洗街车会在那边清洗 主要是先洗屋顶的部分 然后再洗两侧墙边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刷洗地面 然后还有清沟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水沟 我们要清沟 市长渭嘉燕亲自到场关切 除了感谢清洁队和工程队同仁 牺牺牲夜间睡眠时间加班赶工 也表示未来还会进行中山地下道的修缮工程 让市民的行车更安全顺畅 从11月1号一直到1月多这个期间后 我们有在北平外海道跟中山地下道 还有很多处的花蓮市的公共的一个场域 我们都有做一些清洁 那今天后也到中山地下道 那围棋的一个时间清洁时间是10点多 预计在我们清晨的5点会结束 那我们这边估计派出的人数是30人 然后八台车以依照往年的一个经历 就是在过年的农历过年的前夕 都会做一个清洁的动作 那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我们中山地下道有 之前因为0606地震的关系 然后一支没有修缮完成 那未来可能会 目前争取经费完 然后目前等投标厂商来做一个投标的动作 那可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的状况 那也要跟市民朋友先报告 那未来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可能也要请多多见谅 因为可能会是交通的一个黑暗期 那在这边 我们也非常感谢清洁队跟工程队 然后相继的来做今天的一个大扫除 这一次清洗作业动员了八台车辆30名的人力 清洁队长吴沁展 分队长林立峰 还有工程队长于世伦等人 都到场来督查作业进行 职安管理员也到场确认 清洗作业过程是不是符合职业安全规定 而至于清洗的机具包括了清沟车 洗街车还有自愿回收车 施工所人员加快速度 赶在凌晨4点就完成作业 提早还给民众顺畅的行车空间 借旅会欢视报导